网上有个有趣的小组,名字叫做父母皆祸害,里边高达十几万人,而这些人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在群里控诉父母,抱怨父母对自己造成的苦恼。 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原生家庭不幸的人,如果幸运,那么你将涅槃重生,如果不幸,那么你就命丧皇权。明星皆是如此,外表光鲜亮丽,实则苦不堪言。 1.刘玉璞 我的童年,简直就是噩梦,一个女孩在家里洗澡,不可以关门。 刘玉璞,1963年出生在台湾的军人家庭,父亲严厉,母亲懦弱,而她,也就成为了两人婚姻的牺牲者。 每次见到父亲,我都会浑身发抖。 都说父爱如山,可对刘玉璞来说,却是无法言喻的痛。 刘父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稍有不顺就会拳脚相加,对他,对母亲,就连弟弟也难以幸免。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极变态的嗜好,家里人洗澡,一律不准关门。 我在家中洗澡的时候,不能关门,父亲随时都会进来,我不能反抗,一旦反抗,就会遭到暴打,很疼,没地方躲。 进去干什么,不言而喻,每次父亲进来关上门,他就会闭上眼睛,不哭不闹,自己承受,因为反抗,没有用。 母亲和弟弟为了自保,对这一切视而不见。 刘玉璞生命中难得的曙光,来自演艺圈。 为了逃离家庭的他,签约了邵氏影业。 他逃离了,然而他猜中了开头,却没猜到结局。 入得少世,不愁心徒,21岁的他,凭借赵敏一绝,吸粉无数,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女神。 放到现在,那可是妥妥的一线。 然而,刘玉璞福气浅薄,拿着一手资源的他,却深陷爱河,无法自拔。 他,不会富豪的一掷千金,也没有黎明的一笑倾城,只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 这张嘴,给从小缺失父爱的刘玉璞,带来了无尽的温暖。 1985年,两人结婚,四年后,刘玉璞吸影,做起了男人背后的女人,听起来是花好月圆。 然而事实是,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 表面谦谦君子的张剑忠,实则是个暴力狂,一旦争执,就会动手。 童年时期的噩梦,再度重现。 后来他提出了离婚,独自回到家中。 女儿遭受如此遭遇,应该消停了吧。 可父亲仍然不放过他,说他一无是处,羞辱他是个废物。 他试图和自己和解,但都无济于事。 心灰意冷的他,吞下大量安眠药。 更让人心寒的是,家中没有一个人阻拦或者施救。 视若无睹,甚至还出言嘲讽。 要死死远点,别指望我们照顾你。 最后,还是他的大学同学把他送去医院。 爹不疼,娘不爱,刘浴仆的存在就宛如空气,没人在乎,也没人注意。 我是不是死了都没人发现? 后来他真的死了,一直到第三天才被人发现。 没人知道他人生最后一个晚上经历了什么,又顿悟了什么。 唯一知道的是,死亡才是他的最终归宿。 联想到曾经的一篇报道,四十多岁的父亲多次对女儿进行侵犯,被抓后不但不反悔,反而恬不支持。 反正女儿大了也要给别人,倒不如先给我。 这不是父母,是禽兽。 2.小S 你的原生家庭里,藏着你未来婚姻的模样。 我们印象中的小S,大胆,开放,娱乐圈除了贾铃之外,唯一一个已婚聊汗不被酸的女人。 她可以看周杰伦内裤,敢靠在冯小刚的肩膀撒娇,说她现在不行了,只要有小S的地方,就少不了欢笑。 然而这一切都是她的伪装。 当我们撕下大家熟悉的小S的面孔,就会发现,原生家庭对她造成的伤害有多大。 小S的父亲不务正业,整天鬼混,欠债不还,风流成性。 即便是抛妻妻女,许母依旧没有离婚,而是一边带孩子,一边替毒鬼老公还债。 小S无数次问母亲,为什么你不离婚,而是永远配合这段感情? 回答她的永远是一句话,因为孩子不能没有妈妈。 从此,这句话就像是一根刺一样扎在小S心里。 从那个时候起,她就认为婚姻的相处模式就是对男人的妥协。 以至于后来丈夫丑闻频出,泡妞,混夜店,和异性左拥右抱,小S都觉得是正常的。 不但如此,她还会第一时间出面维护老公。 我相信我的老公,我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亲密接触只是因为夜店太吵。 只是,她的信任和妥协并没有让家庭幸福,反而让家庭危机不断升级。 出轨,延伸到家暴,时不时就被暴出,脸上有伤。 妈妈,爸爸把你的脸打坏了。 这是在一次直播中,小S女儿所说的一句话。 视频一经发布,网友纷纷为其抱不平,劝她离婚。 然而她却仍坚持着,要事业还是家庭。 小S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我想要女儿。 和许母那句,因为孩子不可以没有妈妈,多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三,孟婷丽。 孟婷丽的遭遇和徐婷非常相似,她的父母也非常重男轻女。 孟婷丽可能知道的人不是很多,她曾经出演过《相帅传奇》中的《恋泥赏》,以及《再见阿郎》中的许丽媛。 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所以孟婷丽早早地出来赚钱贴补家用。 为了赚钱,孟婷丽也是非常的拼命,每天都很少休息,有时候一天仅睡半个小时,剩余的时间几乎都在拍戏。 正是因为如此,她还被大家称为拼命三娘。 孟婷丽将自己辛苦赚来的钱都给了家里,可是没想到,父母却将钱都用在了儿子身上,给儿子买房,买车,如果钱不够,还会伸手跟女儿要。 只要孟婷丽不同意,母亲就会以死相逼。 就这样,孟婷丽为了赚钱养家,一直在拼命地接戏。 2016年,孟婷丽正在拍摄电视剧《加油美灵》时,患上了肺炎,但是她并没有在意,依旧坚持拍戏,最后因为过度劳累而导致昏迷。 2016年2月5日,永远地离开了大家,去世时年仅50岁。 直到去世,孟婷丽都没有结婚,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么多年,一直一个人住在出租屋里,而她拍戏赚来的钱也早已被母亲掏空,去世时,银行卡里也只有几万台币。 4.邓明赫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喇叭,就是年。 邓明赫,一个被观众称为戏曲神童的小孩,三岁能说会唱,四岁登台表演,五岁荣登春晚,赢得无数鲜花和掌声。 只是可惜的是,她的生命只绽放了八年。 说起她最亮眼的标签,那就是春晚的年画娃娃。 2012年,穿着一身黄色唐装的邓明赫,提着灯笼敲响了新年的第一钟。 自此之后,她就成为了观众心中的浮娃娃。 基于观众对其的喜欢,在第二年的时候,春晚导演再次邀请她参加春晚。 只不过和当初不同的是,节目组这一次还邀请了她的妹妹,邓明露。 银剪子,擦擦擦,巧手手,剪花花。 一连两次春晚,显然,邓明赫已经成为了同龄人中最耀眼的新星。 按照这个发展,邓明赫成为一代大师,指日可待。 然而,命运却跟她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表演结束后,邓明赫脸色发白,高烧不断,就连说话也有气无力。 见状,邓明赫爷爷赶忙将其送往医院。 他得了急性白血病,需要立刻住院,接受治疗。 这个消息,对于邓明赫一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孩子还这么小,还没有感受世界的美好,他们想哭,但是不能。 因为他们不想给邓明赫造成压力。 为了让邓明赫安心,家人选择了隐瞒病情,谎称只是小病,只不过医疗起来比较麻烦。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心系如她的邓明赫,则会不知爷爷奶奶的用心良苦,所幸也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住院期间,邓明赫积极配合治疗,经历腰部穿刺,骨髓穿刺,成年人都无法忍受的追心之痛。 她却摇头说道,没什么感觉,就是麻麻的,只是为了不让家人担心。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邓明赫情况好转,身体各个指标都恢复了正常。 2013年的8月中旬,邓明赫确诊康复。 出院后,一定要多注意休息,不能过度劳累。 这是医生的嘱咐,可她不但没听,反而依旧发挥着劳模精神。 父亲陪着她接电影,跑综艺,参加央视中秋晚会。 彼时的她,就像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穿梭在学习和商演之中。 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导致邓赫明病情复发,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无力回天。 2015年4月28日,邓赫明白血病复发,抢救无效,死亡。 嘴里全是溃疡,什么都吃不下去,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指甲盖全都脱落了。 爷爷邓庆华气不成声。 邓赫明的病,严重吗? 事实上,她的病治愈率有50%的希望,只要调整好,就有机会痊愈,并且不会对她的未来造成影响。 可她没有遵照医嘱好好休息,反而是高强度的工作,导致病情复发。 白发人送黑发人,已经够难过了,更让人觉得无助的,是大家对邓家父母的舆论。 邓家父母唯利是图,把八岁的邓赫明逼死了。 舆论一边倒,全部斥责邓家父母,明知道孩子身体不好,还要接通告赚钱,明摆着把孩子当成了摇钱树。 是真是假,我们无从知晓,只知道的是,邓赫明临终的遗愿是在上一次春晚。 五,徐婷 徐婷,一个被称为现实版繁盛美的女人。 出生在重男轻女家庭中的她,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她将是这个家的牺牲品。 父亲将所有的宠爱,全都给了弟弟,对她不闻不问。 她懂事,不但独立,还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得知父亲欠下巨款,二话不说办理退学手续,拿着仅有的三百块钱出去打拼。 跑龙套,言死尸,不怕脏,不怕累,是她唯一能做的事情。 在这期间,父母没有一次关心过她的生活,从不问她累不累,只要打电话,就是要钱。 从一开始替父亲还债,再到帮忙交房租,最后,连弟弟的房子都要她出钱。 后来,一家人索性将工作辞去,专心当起了寄生虫。 只要没钱,就打电话让她打钱。 这样胃不保的家庭,让徐婷的身体不堪重负,坚持五年后,她终于倒下了。 2016年,徐婷检查出急性淋巴癌。 为了省钱,她没有选择化疗,选择了保守治疗。 一步错,步步错。 这次选择,让她直接丧失了生命。 最终,徐婷治疗无效死亡,享年26岁。 徐婷死后,她的父亲并没有为女儿安排后事,反而第一时间赶往银行,查看女儿的银行账户存款有多少。 亲情,原本该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却成为了捆绑徐婷一生的羁绊。 可悲,可怜,可惜。 只希望,下辈子的她能过得轻松一点。 灵魂不会说谎。 那些我们从小在父母身上所感受到的,多年后,也会出现在我们身上。 这是事实,不是谬论。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